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我是怡婷 今天很特別我旁邊坐的竟然不是美女 而是一個帥哥 大家好我是以前常鮮Let's go的外景主持人 我是世君好久不見 不過你以前是主持外景主持 怎麼今天會來歷史節目 我跟你講我很喜歡歷史 但是我就是背不了跟所有的網友一樣 我喜歡聽故事 好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什麼樣的故事 跟時事有點關係 最近大家在做什麼 奧運 對瘋奧運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舉重女神郭信純 非常厲害得了金牌 女戰神是台灣之光 那跟女戰神有什麼關係 今天的主角就是要講古代的女戰神 他叫做顯嬰 會有點牽強嗎 不會啊 但是聽到別人說女戰神的時候 其實平常比較會想到的是花木蘭 顯嬰的那個字 其實沒有幾個網友可以 對就是還要上我查一下才叫那個字念顯嬰 還有什麼故事呢 今天呢這個女戰神顯嬰 我們要講她的故事是她非常的厲害 她是一位非常受人愛戴的南方小公主 那她是出生在這個南方的首領家族 她很厲害的是她覺得小公主 應該是那種嬌生怪娘用公主定的人吧 對不錯 不過她很厲害喔 她能文能武 她年紀輕輕的 20歲而已 就已經掌管整個嬰南 50幾萬人耶 哇 那這個公主除了掌管人民以外 她還有其他故事嗎 因為她畢竟封為戰神耶 她有個過人之處 就是她會掩飾英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當時啊 就是南北朝非常的紛亂嘛 那梁朝末期的時候動蕩不安 那當時就出現一個人 這個人就叫陳霸仙 陳霸仙 聽起來就很厲害 對 聽起來超強的啊 那陳霸仙呢 他就是到處平亂 然後顯嬰呢 就覺得這個人應該是非平庸之輩 所以呢 就跟他的關係就是還不錯 但是不是可能你想像的那種還不錯 就是兄弟哥們 應該是 反正不是那種情愛的還不錯 那後來呢 這陳霸仙也是不負眾望的 他就建立了陳朝 視為陳武帝 哦 他們關係就好改變囉 也沒有 也沒有 但是呢後來陳霸仙稱帝了之後 他就有點擔心 因為畢竟這個顯嬰這麼厲害 能文能武 然後人民又這麼愛他 那如果有一天顯嬰把我幹掉 建立自己的朝代怎麼辦 對 那顯嬰呢 他為了要讓陳霸仙卸商行房 信任他 他出了一狠招 懷孕生子 懷孕生子 懷孕生子我也不知道 我們從影片裡面找答案吧 公元436年 北魏太武帝為了雄霸北方 一統天下 對鄰國北燕發動大規模的武力討伐 不堪一擊的北燕王朝 就此滅亡 北燕王子冯葉 帶領300名王室成員 逃往南方 為了延續皇室血脈 以途東山再起 北燕王子冯葉 投靠南方的劉宋王朝 宋文帝 劉益蓉 封他為淮化侯 任羅州刺史一職 此後北燕冯氏一脈 長居嶺南 世代為官 冯氏家族到了嶺南 在這邊已經三代為官 可是由於他們是外來民族 可以說我們就說 空降部隊好了 按照這個隨書的記載就是說 逢氏家族呢 他們在對於百越民族 他們的管控是怎麼樣 就政令不暢 號令不行 就是說他們不接地氣 也就是說沒有辦法 深入到百越民族 如果說漢人政權 想要管理這個地區的話 勢必要尋求當地的一個支持 否則其實你設立了官子 就像逢寶一樣 他其實擔任了太守 其實他完全無法控制領地 尋求地方勢力支持彈何容易 尤其是浩勇鬥狠的禮族人 更不會無緣無辜接受外來民族 於是馮榮就替兒子馮寶 想了一個一石二鳥的辦法 這個族裡面有一個傳奇女性 她跟別的不一樣 她對漢文化是嚮往的 對漢文化是能夠接受的 所以她也去接觸 這個漢家思想裡面的儒家的經典 那這個人就是賢英 因此這個時候馮榮她才想到說 聽說這個禮族 有一個女英雄叫顯英 那麼這個顯英算是第一個 她是部落首領 第二個聽說她對於政治 軍事各方面都很有看法 顯家在地方的勢力龐大 連中央政府都不敢小觸 於是一直渴望能借由地方 喉求勢力穩定政局的 馮榮馮寶父子 大膽地向顯家提親 此時顯英也希望可以透過 漢人教化湘民來謀求發展 所以馮榮跟顯英 就在這樣的潛艇下結為夫婦 南越嘛 南越他們少數民族 所以他們在整個的 這個文化的一個開化程度 可能沒有漢人高 那也許顯英或顯治家族 想要透過聯姻的方式 跟這個漢人政權達成一個平和 第一個當然是我覺得是政治上的 因為如果你不跟漢人政治 採取協調的話 我想漢人政治通常都是用 武力鎮壓的方式 那這個時候就會跟少數民族 產生衝突 這是第一個 馮榮聯姻可以給我的部落 帶來什麼好處 穩定 不要有族群對立 那麼再進一步融合 或者說我們汲取漢族的一些 農耕技術啦 文化素養等等 我想顯英對於這個部族民眾 他們的生活提升 他是非常非常有責任感 然而正當馮榮兩家致力 於建設嶺南的時候 南梁政權已經開始搖搖欲墜 公元547年梁武帝消炎大興佛教 荒廢政治廢遲軍務 導致梁朝國事疲弱不堪 可是他卻沒有忘記 逐入中原的雄心壯志 而上天也似乎頗為眷顧梁武帝 過不久梁武帝獲得一元猛將侯景 願意幫他出征北伐一統天下 侯景本來是東衛的一個將領 那時候東衛跟南朝的梁 其實之間是有衝突的 那後來這個侯景 因為這個他個性其實也比較票漢一點 那就可能得罪了東衛 於是他就變成叛將 就投靠了梁朝 那當時的是梁武帝消炎 那當時因為梁跟東衛之間有衝突 所以他也覺得說 如果接納這個東衛的叛將的話 可以利用他來幫助我對抗東衛 他為什麼要判離這個東衛呢 就是覺得說高揚對他排擠 他希望能夠報復回去 所以希望說藉著梁武帝的力量 能夠回去反攻 所以梁武帝也派五萬的兵眾 讓他去反攻去打 但是打輸了 公元五四八年 梁武帝的侄子蕭元明被東衛俘獲 梁武帝打算用張祥的 東衛大將軍侯景進行交換 這件事進入侯景 於是侯景發動叛亂 那麼侯景叛亂 所以當時職工到建康 建康就是他們的首都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那麼最後這個梁武帝呢 是被活活的困住 然後被餓死了 所以整個的南朝梁呢 陷入到動蕩關 梁朝在危難之際的時候 其實當然有一部分是支持 保護皇帝的 譬如陳霸仙這批人就是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 趁亂就割據了 以前是大概就是這樣的人 就是趁著這個侯景之亂的時候 想要用兵致力 李謙氏那個時候是刺死的身分 高州的刺死 那逢寶是高梁的太守 這都是在嶺南地區 那時候就是侯景之亂發生時 那南梁政府一定是會去 往征各地來做秦王嘛 要去打侯景嘛 但是這個李謙氏呢 就接到命令以後 就一直在拖延 一直在拖延 他一年多後 他就主動聯絡洪寶 要洪寶來見他 李謙氏這是一個陷阱 是把你給誘拐上去的 所以就要大家按時 按兵不動 因為按兵不動的話 你會保留自己的一個實力 然後也讓對方一種感覺說 哎呀我 你要我去造反 我膽小 我怕死 我不要去參與 所以就製造一個假象 讓李謙氏認為說 風寶他沒有那麼樣的大膽 他也許不來 他也不會妨礙我 但是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嘛 所以賢夫人呢 就利用他的智慧 他就把很多的這些個部仲 喬裝打扮 他準備呢 把這個李謙氏的問題解決 那麼李謙氏他是高中嘛 所以他們就假裝是去送禮 那麼就化妝了 所以你看不出來 事實上他們的這個禮盒啊 箱子等等 這個裡邊裝的都是武器 然後他們就悄悄的呢 透過了一些個關係就進城 進城以後呢 利用當時的地形的一個優勢 就是這個墨洋河 他的漲潮退潮 所以呢 由賢夫人率眾 那麼發動了戰爭 賢英趁著墨洋河漲潮潮之際 沈焉李謙氏叛軍 他更率先衝進州府 打算拿下逆賊 可惜李謙氏早已逃之夭夭 然而賢英沒有就此放棄 反而乘勝追擊繼續北上 並在討伐叛軍的途中 遇到同樣追逃李謙氏的陳霸仙 叛軍李謙氏部長 杜平魯被陳霸仙情殺 李謙氏敗走江西寧都 賢英帶兵追擊和陳霸仙前後包抄 一舉歼滅李謙氏余部 此時的賢英不會想到 這個和他一起平定叛亂 救南梁於為難的人 即將成為滅南梁建成朝的 一代英主陳武帝 在這個平定侯景之亂之後 他當然就獲得了戰功 獲得了戰功之後 他其實也就還是效忠梁朝 可是整個梁朝 因為侯景之亂的一個破壞跟肆虐 因為當時人口傷亡非常非常嚴重 再加上梁武帝之後的一些 梁朝皇帝其實才能沒有很卓越 所以梁朝基本上是 一直在衰弱的狀況之下 凡梁的王朝他的氣數已盡 所以陳霸仙後來就自立為臣 後來也就是所謂的陳武帝 陳霸仙是我們看到 中國歷史上非常少見 是在嶺南崛起正式稱帝的一個把主 陳霸仙按照當時的記載說 這個人他本身是平民出身了 那麼他有軍事才能 他小時候很愛讀兵書 那麼因為他出身於民間 所以他也深知民間疾苦 那麼對於部仲他很得人望 公元557年 陳霸仙自立為帝 建立了南朝最後一個政權 大臣 隨之而來的 顯嶺跟陳霸仙的關係 也從昔日親密無間的盟友 變成如今上下有別的軍臣 而這也為兩人的關係 蒙上了一層陰影 陳霸仙稱帝的時候 其實全國各地都還是一片段 因為南方還有很多的這種 割據的一個勢力 換句話說 他的位置是不穩固的 那不穩固的情況之下呢 他需要一個穩固的力量來幫助他 不要成為他的一個重大的壓力 這個壓力來源是從領南這邊來的 那麼陳霸仙自立的時候 當然他擔心的也是 原來的合作的伴侶這個顯嶺 現在變成偉大不掉了 因為他你看控制地方 控制軍權 那麼地方上又有財富 如果他不支持怎麼辦 所以這個對於陳霸仙來說 一改過去兩個人 這種親密合作的關係 這個是陳霸仙 當時一個很大的顧慮 屬下有市民報 說屬下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陳武帝屬下口中的好消息 原來是顯嶺的丈夫高梁太守逢寶 突然併故 這樣一來 陳武帝就可以順勢派任 自己的親信陸主高梁 直接接管嶺南地區 但是嶺南的政權移轉 並沒有陳武帝想像中的順利 因為嶺南百姓強烈的認為 顯嶺公幹南天 理應接替丈夫逢寶之位 還向朝廷呈上了萬名狀 聯名推薦顯嶺為嶺南之主 然而這卻惹惱了陳武帝陳霸仙 陳武帝心想如果順應民意 讓顯嶺擔任地方父母官 那會使顯嶺的地方勢力做大 很有可能跟朝廷相抗衡 如果不從民意 嶺南地區就成了燙手山芋 這下子該如何是好 因為顯嶺人其實一開始 在歷史上記載就是說 因為他曾經跟陳霸仙 評定了這個侯景之亂 其實他對陳霸仙這個為人 其實比較清楚 他比較屬於正面的一個英雄領袖 然後但是為了怕這個陳霸仙猜忌 他就把這個小兒子冯仆 就送去給這個朝劍這個陳霸仙 其實有點像人質抵押的感覺 那派他去當人質 意思就是說 我是歸順你的 我是效忠你的 那陳霸仙看到他的兒子來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讀懂了這個意思 另外他還送了兩樣禮物 一樣是冰符 另外一樣是一個西杖 犀牛座的一個拳杖 這是南福國送給他的 送給顯夫人的 他把他送給這個陳霸仙 顯嬰把年僅九歲的獨孫子 冯符送入京城當作人質 向陳武帝書誠 表明自己不會勇兵自重 在外人看來 顯嬰這步棋走得又偏又顯 令人提心吊膽 可是結局卻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 那麼陳霸仙當然非常開心 因為這個對他來說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不謀而合 所以當時陳霸仙呢 就封了這個冯符當作陽春太守 只有九歲耶 陽春太守九歲 那麼意思很明顯 就是一切都有你的媽媽 顯夫人她來決定做主 陳武帝把俊憲實權交給顯嬰 不僅是陳武帝對顯嬰前子陸朝 主動示意的表彰 也是對顯嬰繼續統俠嶺南 號令百月的信任 然而冯顯家族隨著勢力日趨擴大 卻在無形之中招來橫破 到了西元569年 地方上還是不太穩定 所以當時的廣州刺使歐陽河造反 那麼這個歐陽河呢 也用了當時那個李謙氏那一招 所以歐陽河就扣押了冯符 挾持冯符的歐陽河 跟他的父親歐陽偉 父子兩人在廣州主鎮數年恩威遠駁 歐陽偉還被封為陽山駿公世代成席 如此備受朝廷倚重的歐陽家 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情願賭上性命 也要起兵造反呢 當時的皇帝叫陳宣帝 陳宣帝就認為說 你們在這個地方經營那麼久 各自有各自的人馬 也造成我的威脅 皇位的威脅 所以就要把調領 讓他來金師當一個掛名的將軍 那他收到皇帝的這個造術以後呢 就覺得很生氣 歐陽河會如此生氣是因為他知道 在民生暗將之後 手中不但沒有兵權 他父親就職之時 就是他命赴皇權之日 為了保住小命 歐陽河選擇抗命 可是光憑一己之力勝算不大 於是歐陽河想到了在嶺南地區 坐擁五十萬大軍的險鷹 為了逼迫險鷹 一同出兵謀反 歐陽河才會設下圈套抓住冯符 那麼冯符被扣押了 所以只好寫了一封信 給他的母親險夫人 就說我現在被扣押了 那麼我被逼著可能要造反 那母親是不是就 看在我的命的份上歸順 但是呢 險夫人就想 我唯一的兒子雖然被你扣住 可是我不能夠因為這樣子 就是把我的國家給葬送 所以他後來就是選擇 我就是進攻你 進攻歐陽河 險鷹率領部仲和陳朝派來的軍隊 前去討伐歐陽河叛軍 在內外夾公薩擊潰了反叛的逆賊 歐陽河被活捉 險因不但穩定了混亂的局勢 保住陳氏王朝 更從獄中救出了兒子 可惜 孱弱不堪的南城 因為年年征戰 人口孤落 軍事力量單薄無緣 統治者又極度腐敗 導致陳朝一步步邁向滅亡 到了西元589年的時候 也就是陳宣帝的兒子陳淑寶 就是我們稱的陳厚主 這個人是比較不成才的 所以當時就被攻破 建康城被攻破 那麼取而代之 就是後來統一天下的 隨文帝陽間 當隨朝的軍隊 收服了這個江南以後 往領南推進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大將軍叫尾光 打江南的時候很快 可是打到領南的時候 突然發現說 領南到處都是山 山頂密布 然後到底他的對手敵人是誰 他也不清楚 所以他就處在那裡 安兵不動 本想憑藉著高昂士氣 一口氣征服領南 但山高賢祖 偉光思前想後 實在想不出 可以攻取領南的辦法 再加上隨朝大軍 不斷征戰攻克各地 隨軍早已疲憊不堪 無奈之下 他不得不向上 跟當時的晉王楊廣禀報 平定領南之事 恐怕遙遙無奇 楊廣就想到一招 就是說 他必須要讓領南的 馮血家族知道 現在的局勢 是隨朝已經滅了成果 所以他就跟這個陳厚如講 請他寫一封信 要他去勸詳賢夫人 賢英為了保護領南百姓 決定歸附隨朝 避免一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可是賢英這個決定 並非人人贊同 首先跳出來反對的 就是他的孫子馮軒 確定還是有這種 反叛之心還沒有平定 王仲軒就起來反叛 王仲軒起來反叛的時候 隨朝政府的希望說 是由領南這個地方 我們能夠去解決 賢夫人接到命令以後 就派他的長孫馮 幫忙就是做評判 可是馮軒不可能 因為這是我的好朋友 我跟他們之間交情很深 那怎麼辦呢 他只要用拖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 讓賢夫人非常非常的生氣 因為這樣感覺好像就 通敵叛國的一個嫌疑 於是就把這個孫子 給抓起來 然後派了另外一個 馮浪去帶兵打仗 然後甚至親自領兵作戰 去打敗了這個 陳伯志跟這個王仲軒 年屆70多歲的賢英 大公無私為了國家 親赴戰場首付親孫嚴審 此舉讓隨文帝陽間 深感賢英 對隨朝的確忠心 於是冊封他為喬國夫人 可是賢夫人的喬國夫人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實權 他是可以開服的 什麼叫開服 就是他其實他所有的官職 可以自己任用 不需要透過隨朝 中央政府的任命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 這個隨文帝 他是默許賢夫人 在嶺南地區的所有的 政治實權 包括軍事實權 因為他可以帶兵打仗 賢英歷經難糧 南城隨朝三個動盪不安 局勢混亂的朝代 為了保住一方百姓 賢英用他的大智慧 化解無數場血腥搏鬥 征伐的戰事 換來一世英明 然後代子孫稱他為嶺南聖母 至今仍受世世代代 香火供奉